不好意思, 各位網友遲了出片 最近在倫敦解封, 我們很頑皮, 經常出去玩 好了, 先煮一些食物給大家 老婆來了英國之後, 種了劍魚毒 每個星期都要吃一次 今集就要做一個劍魚的菜式 再配上一個很夏天的沙律 接下來幾個月, 大家可以嘗試做 我們一起看如何做 首先做了葉汁 我們要1湯匙的孜然粉 甜椒粉, Paprika, 半個湯匙 再來就是少許的辣椒乾 1茶匙就可以了 蒜頭2粒, 擠進去 鹽和黑胡椒粉, 割1茶匙 接下來就是四分一杯的橄欖油 倒入碗中 再拌勻, 試一下味道 我稍微鹽不夠鹹 所以再加多一點鹽 然後味道就可以了 好, 兩塊厚切劍魚扒 在Boro Market賣的 好美的兩塊 我們就把它放進袋子裡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醃汁倒進去 揉一揉一個袋子 讓東西比較均勻 然後就可以放進雪櫃裡 醃兩個小時 最少兩個小時 如果是過夜就最好 好, 這個時候我們做了這個 Couscous沙律 我現在買了這個 就是一些以色列Couscous 它跟我們平時吃 北非摩洛哥的Couscous有些不同 以色列這一隻 其實就是一些珍珠意粉 它比較大顆 而且有咬口 所以我們這次就用這一隻 除了解決的 這樣會這樣做 我們先煮沸一煲水 然後加入鹽 然後加入鹽 我們就可以加入Couscous 兩個人吃就大概150克 一個人75克就夠了 我們就要煮它大概11分鐘 不時攪拌 將它們攪拌 讓它們都不會黏 11分鐘後, 把水隔開, 放在一邊備用 下一個要做的就是沙律汁 3湯匙橄欖油 1湯匙法式芥辣 再加1茶匙砂糖或蜜糖 攪拌均勻 攪拌兩分鐘至完全融合 變成這個質感 沙律有什麼材料呢? 首先有些香草 薄荷葉8塊 大約5克 可以攪拌 10個蕃茄 切小粒 青瓜4分1條 切小粒 去核橄欖 大約10粒 切半 白色是希臘洋芝士 20克 用手捏碎 就可以了 沙律大約準備好了 有橄欖、青瓜、蕃茄和蕃茄 我們就可以把醬汁倒進去 但是我這裡拆了 忘了加1湯匙檸檬汁 先補回去 再加多一點鹽和胡椒粉 然後加入番茄和薄荷葉 再拌勻 試一下味道就可以了 先用大火燒熱燒鍋 先放兩塊劍魚扒 先放兩塊劍魚扒 這些厚的魚扒 先煎3分鐘 放進去後 就可以按一下 壓一下 到時轉身的時候 燒鍋會很漂亮 三分鐘之後 就可以翻一下 這一邊就一分鐘 分半鐘就可以了 燒鍋是很漂亮的 不過做劍魚扒 最好的做法 其實真的是炭燒 不知為何 炭燒和劍魚扒的味道是特別配合的 所以各位網友可以試一下 醃了這個魚之後 然後拿出去BBQ 就是這樣 一個充滿地中海風味的菜式 燒鍵魚扒 再配一個意識烈Cuzcus salad 各位網友 英國的夏天快到了 我相信有很多香港人 會是第一次在英國過夏天 很慘的 慘著人亂 你們可以試一下 在你們的前後花園 攤著爐 做這個食物 再過一個後悔不堪的 二等公民 英式下午 好了 我們先走 今天我們來到這裏 Tower Bridge和Tower of London 倫敦兩個很有名的景點 今天帶老婆去附近一個很隱蔽的地方 沿著這條路過了隧道 這樣就是了 這裏叫Saint Catherine's Dock 這裏有一個小小的遊艇會 附近有很多小餐廳 像小鮮仔、咖啡室一樣 靜過外面一點 不要太繁忙 這裏散步很舒服 我們就在附近逛逛 再談談今集的話題 有幾個網友都問 在英國搞HMO、劏房 有沒有得搞呢? 這個話題我之前在Live那裏都有提過 不過不要緊 在片裏再說多次 因為最近我在社交媒體 都看到多一些HMO的廣告 HMO HMO House of Multiple Occupations 或者Occupancies 或者你喜歡 那是怎樣玩的呢? 通常你就去買一些三房的牌屋 然後就跟政府申請 然後就裝修了 整間屋搏爛它 外面兩個廳不要 變房 三房變五房 加上廁所 然後符合消防條例 然後就找租客租出去 大致上是這樣 你看到有很多在社交媒體上的廣告 都是用那一句 一條龍服務 我們會幫你找一些適合的地方 適合的房子 然後幫你申請 幫你裝修 再幫你鎖客 然後再幫你管理 我想很多香港人看到這些廣告 而令到他們心動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入場費便宜 以及回報率高 用二百多萬港元 買房子回來 就可以每年有超過十厘 十厘 十五厘 二十厘 我都聽過的回報 還有有一句說話 他們很喜歡用的 但亦都是很懶惰作偶 這句說話就是 想不想增加你自己的被動收入 我的建議就是不要搞這些 香港人有很多復毀的 這些HMO 在英國 就算是當地人玩 很多人都玩到損手爛腳 難道你一個香港人過綁 還要靠着這種物業管理公司 你覺得你自己有錢賺嗎 首先先說回報 你那十五厘 是最最最低的那個得分 你要全年 Round the Clock 五間房租出去 才可以做到這個回報 而這個可能性 可以說是極低 因為你總會有一兩間房 會雕空兩三個月 三四個月, 甚至乎半年 到時你就花不到數 第二, 為何入場費會這麼便宜呢? 你很少看到Facebook廣告 會叫人去倫敦買樓搞HMO 因為始終它唔心貴 你看到Facebook廣告 通常都在英國北部 即是Manchester、Liverpool 而且不是市中心 是在市中心外圍的衛星城市 例如Odom、Bowden、Whegan 甚至乎黑池 以前我聽過, 完全不接近Manchester 都會推銷 得罪說一句, 這些都是西邊位 沒什麼動力的小城鎮 所以樓價才可以這麼便宜 而且你在這些地方玩劏房 一定要預期吸引客圓難 以及租客轉回又慢 再說, 你玩了幾年之後 你一定會賣出去的 而HMO樓的承接力是差的 因為有很多人知道 你原來是轉過來玩HMO的話 他們是不會買 因為有很多東西要攪拌 有很多東西要裝修 所以你會烘焊 又是烘焊 第三件事要說的就是Crime Rate 說到英國樓就一定要說Crime Rate HMO有什麼問題呢 在英國的劏房樓 他們的失洩率 會比普通樓高出15%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客人的問題 在英國的劏房 通常都是一些學生 或者一些年輕人 或者要長時間上班 回家 甚至乎要回夜間 那些人 那些賊很喜歡 Target這些HMO去爆洩 因為他們知道裡面 一定有些名貴的東西 例如電腦 或者iPad 或者一些電腦 例如電腦 還有最大的問題 就是家賊難忘 即是一間屋 有五個不同的房間 很多東西會遺來不見 這就是你玩HMO 和普通租樓最大的分別 你會有很多東西煩 不論你是自己管理也好 被人管理也好 那些維修費 管理費 食了你一筆 那些我不說了 但是還有一件事更加重要 就是希望大家用邏輯和常理去推斷 如果入場費是這麼低 200多萬港幣 回報率是這麼高 15、20厘 根本不會出到公海 等你那些人去接 這麼懶惰 我自己躲著玩 還會跟你說嗎 又分享喜悦 玩HMO是有錢賺的 但先決條件是 你怎樣懂得保持費 有很多英國人玩HMO 是不靠第三方的 自己一手包辦 是一個全職工作 自己做研究 自己去套養房 投資便宜回來 然後自己裝修 自己出租 自己管理 如果租客搬走 他自己去游泳 這樣才可以維持 在英國玩劏房 是一種學問 你一定要很手 而且一定要對當區的法律 和環境有一定認知 才可以 不要謬謬言相信 尤其是香港那些 舊餅都是他們吃大份 不好意思 各位網友 我都知道最近的影片 是比較負面 經常叫人不要買哪裏 不要做什麽 做了這個縱服教師 但我比較遜 都要說一句 網上沒有白落 我認識你 有好東西 為何要和你分享 為何要和你一起發達 歷史都告訴大家 每一次移民潮 總會有一堆 禿鷹在上面 兜圈 準備下來當勾你 八九十年代的加拿大 一二年至一九年 雖然不是移民潮 但是有泰國樓 檳城樓 到今時今日 英國樓 BNO 這簡直是完美的 我明白 現在香港的政治環境 是令到很多人都很傻 可能他們的本錢不多 但是很想快些 滾大塊錢 送孩子去外國讀書 或者移民 那些禿鷹就這樣來了 看到嗎 所以急不來 有些事情 越急就越要小心 好了 今集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支影片 再去看看英國不同地區 到時見 拜拜 我們下支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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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支影片